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Amanda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家装修成怎樣 我要在這裡逛逛劃房給老闆work from home 房門都一早訂定就是等師傅到 澳洲的裝修師傅很吃香 我足足等了兩三個月他才肯來 他還自稱自己是劏房專家 全程都是他自己一個人搞定 這個師傅已經跟了十年所以我對他很有信心 已經踏入最後階段又有 送給老闆的office room就快完成了 電線的部分都已經博好了 我為什麼要留個窗口位?一會你就明白 嗯 終於大功告成了 我們會看到 全世界小小小小的原來 我會看到 我都會看到 那些小小小小的最大 那些小小小的一切 我都會聽到 那些小小小的小小小的大小 我們會看到 有什麼小小的小小的小小 这个窗口位的作用就是把书房的光可以透过饭厅 就算日头不需要开灯饭厅都一样够光 室内搅拌完就轮到室外了 花园看起来是不是好像没什么问题呢 但是她的花真的很难打理 今年生日老板说要送我一个爱马仕 为什么我Kelly都不要要花园 我是不是傻的 你看我的花园何时变了行人short cut 她在做什么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受不了 之前的花园铺满了石仔 我还见过有些人特意收拾一些石仔周围扔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只有牺牲我的Kelly 重新整个我整个前院 以后就没人可以再扔石仔了 其实原先的植物都已经死得七七八八了 这个花园特意留下两棵未死的给我留念 我都特意买两个花盆 恭喜他们放在前门 我都放在前面 我真的想不到这么大的帚子都放在前面 也装到门了 新的草皮已经送到 接着泥都一起送来 家里面现在好像地盘一样 眨眼草皮都铺好了 这么大个围子它怎么搬呢 失败了失败了 它这样搅拌,会不会整个小时都搬不到 好,它终于成功了 都真的搅拌了整个小时 哎呀,你弄坏草皮呀 我自问,就搅拌它不够了 马上要找救星 最后,花黄来帮我弄好了 就搅拌了 现在的花圆没了石仔 舒服了 花圆只是完成了一半 一样都是会有人当我花圆是short cut 我特意选择这款做围栏 就是为了趁我原先有的信箱 在澳洲想找可靠的师傅真是很难 想便宜就更加不可能 其实只要师傅手工好 做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其实只要师傅手工好 做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好呀 围栏的部分终于完成了 我个鄰居非常好 旁边的这个部分 我个鄰居非常好 愿意与我们分担一半 到了前院的最后一步 我这些懒人又怎会自己打理呢 花王会帮我种些容易打理的植物 不久的将来 如果开花我再拍给大家看 辛苦了三位花王 我的前院终于完成了 我的前院终于完成了 我用了两个星期时间 徒手收拾了些小石子 等工人来铺石屎 十只手指头都挖了 真是辛苦到不得了呀 就算自己落手落脚 都真是省不了多少 你知了 澳洲的工资 真是很贵的 这个侧丸 我都牺牲了两个名牌手袋 所以老板都非常多谢我 其实我都是做少少东西 不得了什么呢 用什么出得这么大 泥头车 石屎地的部分完成了 又隔了一段时间 等了三个月才有货 我 我的浴室终于可以正式开工了 送货之后的第二天 两个工人一早七点钟就来开工了 不说你不知 工人来开工都要摘日子的 下雨天他们是不会来开工的 其实在澳洲做建筑或装修都挺好找的 人工又高 机会又多 周围都不够工人开工 有想移民澳洲的朋友 水电目工真是可以考虑一下 我安装的这个顶是有隔热功能的 它比起铁皮顶内热 滑水 下雨天也不会有噪音 我的新padeo家建完成了 非常满意 大家晓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